巨大争议,德约发泄击球打中女裁判,直接判复,美网就此出局。 北京时间9月7日凌晨,美网比赛第七个比赛日,男单赛会头号种子德约科维奇对阵西班牙选手布斯塔。 德约发泄情绪的球机重司线被直接判复,连胜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终止。 在第一时间,德约向女裁判道歉,并且和主裁判解释了一切,但是没有用,德约被判直接输掉比赛。 赛季26连胜以及冲击第18座大满贯的征途瞬间宣告结束,球迷则吐槽,只有裁判可以击败德约。 不过,有一说一,德约的确是在发泄情绪,不过运气太差了,比赛的转折点出现在第11局。 德约在自己发球局遭到了布斯塔破发,心态失衡的德约发泄球机重司线,被直接判复,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,德约科维奇这个机球,的确是在发泄郁闷情绪。 德约的无心知识对德约和我都是宝贵的经验,情绪的发泄只能涉及自己。